youtubernanaq过着极竞主义生活 也常拍摄一系列影片 受到许多粉丝喜爱 建议她则再度挑战一个月不到垃圾 更把这个过程拍成一支影片记录 为了完成这个挑战 她特别准备一个小尺寸又透明的夹链带 她认为这样可以提醒自己要垃圾减量 而有趣的是她在吃完橘子后 把果皮放了一天 后来才想到可以拿来做手工罩 制作过程散发出的果香味 让她惊呼没啥垃圾也有疗愈的功效 过了一个月后 她将所有的垃圾摊在桌面上 不仅没有装满夹链带 称重时还只有10.4克 当准次看了全都超佩服 不过有网友质疑上厕所 大号不用卫生纸 卫生棉 只有资深网友跳出来解释 其实nanaq之前就有说过 她上厕所是用小方巾取代卫生纸 也在对网上一起热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